董事长眼中的世界 森达敏书说 可以带我们配全世界吗 我这个雪地猫头鹰的照片 是在中国和蒙古 还有苏俄的交界的地方拍的 那他的英文名字叫斯诺奥 又叫雪蒿 绰号叫白叶猫子 它跟普通猫头鹰不一样 它是白叶密实 它特别栖息地全部都在雪地 所以它的颜色就完全形成一个保护色 特别的地方是公的都是全白的颜色 抹的就像这样子有斑点 然后抹的体型比公的稍微大一点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是我看过所有猫头鹰里面最漂亮的一种 也是拍摄最艰苦 也最难看到的地方 它每年的冬天 从它平常生长的地方 西伯利亚和北极圈 往南移 因为觅食的关系 南移就在这种地方才有机会看到 然后它非常怕人 所以要在非常荒凉的地方 然后又能够能够补到鼠鼠 然后在我们中国这边是补到田鼠 来能够或者小型的普鲁类动物来进行密食 然后冬天过了 它又像候鸟一样又回到它的栖息地 每年五到六月的时候在繁殖 这雪地猫头鹰非常的可爱 终身维持一夫一妻制 相当的终身 然后拍摄 我那时候是在零下将近二十度的温度里面拍到 然后又很难很难能够找到它们 因为它们平常的保护色 而且本来就是拼领这个保护的动物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又不是定期的定点的出现 所以是可遇而不可求 所以拍到这个猫头鹰特别特别的难得 然后又能够看到它的展翅 它长得非常的可爱 它大眼小嘴 不能说樱桃小嘴 但是小嘴 然后两个大眼睛 然后露出黄黄的光芒 然后它的头的脖子 几乎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 所以你看它站在那里 头一下向前一下向后 整个身体都不动 就是脖子和脑袋在旋转 非常非常的可爱 尤其它展翅的时候 你看它不同的展翅的姿势 尤其是它的展翅以后 非常非常的大 就平常它的身体 没有想到它一展开翅膀 是这么这么的宽幅 可见它平常的行动力 俯冲 然后滑翔的能力 都是非常非常的强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 多分享一些 这个难得的雪地里面的照片 是飞�verse吗 这两个月 这是定达的 是三公元的 你现在为什么要做 是三公元的 可以看到 就是三公元的 这三公元的 第二个月 是第一个月 都是原达的 你看到 是一种 这是最酷的 这是第一个月 感谢观看